一个说自己脑子有问题的人 其实他正在迷惑当中 一个说自己什么都记不住的人 其实就是懒得什么都不想记 犹如一只迷失的羔羊 没有信念的人 是很难学佛的 没有坚强意志的人 是很难改变自己的 看到别人的成功 这时才感到自己的悲哀 看到别人的努力 当时只感到别人的辛苦 犹如看别人爬山 觉得很辛苦 当别人在山顶上 一览无限的风光 享受无限的喜悦 这时才感受到 自己在山脚下的渺小 当看到自己不努力 才知道自己已失去前进的动力 记住了 不付出艰苦努力的人 永远只能在山脚下 看着超越六道的人 而自己只能随着业力 在六道轮回